今晚六十五歲六江創花招花台書李秉閨 第1800年地點文化阻塞保存技術招花技術保存價 今年在台語傳統不得到名 是台灣地部的絲藝術城市皇后 全國第二位地點相認前的林甘國報是六江之間 中華官文化球長周富裕代表館長 來向台書表達很好 李秉閨台書長在處中堂前叼到敦洪 第一名表的當中的歡座比倍上 台書今年再度一傳統不得到 在這文化部一百空親年生意通過為重要傳統講話 跟重要傳統表演技術保存價的音樂 也就是秀稱的林甘國報 文開書院文文要的文要 賴尊也是這個樣子 那這一桌為什麼要特別上 這個是準備給我們在供奉的 那一般我們就是不善期 我們非常的榮幸也非常高興 今年可以 李秉閨老師又再次獲得 文化部的人間國寶 那這是李秉閨老師 他從他五年前已經得到人間國寶 那是第二度 那這也是我們台灣第二位獲得兩度人間國寶的 我們重要的 藝文工作者 那希望透過李秉閨老師的這一次獲獎 我們可以帶動我們彰化線 更多的青年朋友投入木雕還有工藝的這個行列 那尤其李秉閨老師他不僅在自己的工藝的創作上 他同時也在指導很指導的學生 那也在雲科大開課 那我們希望透過李秉閨老師他傳承父親李松林 然後又跟自己的女兒李玉老師這樣的合作計畫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李秉閨老師的獲獎 可以讓我們彰化的工藝有更多的發展 製作人情的作品之一 每一位的表情都栩栩如深 因為大叔從小孩就對著爸爸李松林大叔 製作漢學 四位 文海領域 讓大叔不是專長 心胸雕客 更加重人性的霸台表現在雕客作品上面 我目前有在雲科大做一個修復計畫的一個課程在上 那這一次的那個保存者的指定 我們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他們沒有做一個計畫 說下一年都有四至六年的這個一個工作計畫 去做一個傳承的工作 那會按我們主理的那個做 跟主理協調做一個企劃案 再提出來 再給文化部去做一個審核 去做這個傳承的工作 更在旁邊的後果部 提出來跟其他的作品 逼起來有些特別 大叔表示 這是計畫為林玉山老歲偽作 不可以創作破斷他年輕人的含意 好意是真有感覺 因此他也做會 將他個人對人性的體驗 用在作品當中 所以就申請這對無港版本的後果部 新中華新聞 立面紅六港 彩虹不得 wool不要 好 3 好